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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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今天晚上呢 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 来到人民解放军驻京某部连队 同部队指战员共渡除夕 江泽民来到军人俱乐部 同正在联欢的指战员 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军委的统治 和大家一起欢度这个佳节 我请代表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 向为保卫我们的祖国 作出贡献的 广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以及武警官兵 还有公安战警 包括我们民兵 预备的统治 自以衷心的感谢 想 站得在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 这一件事的国调战线上面的 广大干部和群众 致以极热的问候 每逢佳节被试清啊 在这万家欢乐的出席之一 向全国国族人民 向台湾同胞 港澳同胞 海外乔胞 拜年 祝大家春节愉快 何家欢乐 让我们共同志愿 我们的祖国 繁荣富强 我们的人民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是大年三十 正在欧洲四国访问的李鹏总理 今天来到了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 和代表团全体成员 以及使馆工作人员一起欢度除夕 在这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 我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远隔万里 倍加四年祖国的群人 借此我愿意通过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以及其他的新闻媒介 向我们祖国的国族人民 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向检放军和武警指战员 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同志 向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侨胞 致以节日的祝贺 祝贺大家 新春佳节 何家欢乐 万事如意 我也要特别想 工作在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 不但不孤立 而且我们所到之处 都受到了各界人民的热烈的欢迎 他们对我们中国建设的成就 信心相拥的迹象 表示了亲密 我们的朋友 骗天下 只要我们坚决指心 邓小平同志所敞到的 基本路线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 原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 那么我们中国就会充满升级 大有希望 好的 好 观众朋友